本节目已开通迷彩虎APP微信微博 敬请关注 大家好 欢迎收看第436期迷彩虎讲堂 我是你们的忠实战友 迷彩虎 目前运行在太空轨道上的人造天体数量已经达到上万颗 其中大多数都是已经退役的报废航天器 这些太空垃圾严重影响着现役航天器的运行安全 中国作为个负责任的大国 在处理太空垃圾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 2011年9月29日 中国发射了重达8.5吨的天宫一号空间实验室 设计寿命为期两年 在超级服役两年后坠入直定海域 为了让天宫一号顺利坠入大气层 中国科学家做了很多准备 其中一项准备颇为强颜 那就是加强对飞行器的地面监测和预警 可不要小看的这个看似不起眼的监测预警 实际上这才是真正的大国重计 目前能够做的对全球载轨航天器 进行有效监控的国家 只有美国 俄罗斯和中国 控制航天器就像小孩放的风筝一样 有一根线牵着 但是如果这根线断了 风筝也就很可能找不到了 前不久 俄罗斯东方航天发射场 发射了一枚天宾号运载火箭 搭载了18颗卫星 结果因为火箭坐标错误 导致发射的18颗卫星全部失联 也就是说找不到了 我国从两天零开始启动 空间碎片行动计划 这一计划被誉为中国的太空礼拜 主要为我国的航天活动 提供空间碎片监测预警服务 既然碎片都能监控 那么监控身为8.5吨的 大型近地轨道航天器的天空一号 自然也就不再化下了 美国也有一个同款的太空礼拜 就是大名鼎鼎的相控阵预警雷达铺路爪 这款雷达的探测距离可达5500公里 能够探测到小至10厘米大小的中低轨道目标 美军更是扬言 这些预警雷达能在3000公里的距离上 发现太空中棒球大小的目标 能在5000公里距离上发现前射弹道导弹 这款铺路爪相控阵预警雷达 甚至在21世纪初期 出售给了咱们海峡队岸的同胞 用以监视大陆风情 这部雷达的能耐确实不小 往东南沿海一放 几乎就能窥探整个中国大陆 然而它们样无样无的好日子 并没有太长 仅仅一年之后 海峡队岸的大陆 也部署了一款大型相控阵雷达 与其针锋相对 不同于上世纪70年代 技术水平的铺路爪雷达 我方部署的这款雷达采用的是21世纪的技术体制 不论是信息化程度 还是抗干涨水平 都要比铺路爪高好几个档次 我方这款雷达的日常业务之一 就是专业致盲 让对岸的铺路爪雷达 永远无法正常工作 在探测距离上 我们对比美国铺路爪雷达的 5500公里值多不少 所以美国海军在进入第二岛链海域后 一般不敢轻易启动宙斯盾雷达 主要就是把中国这款雷达搜集信号 不仅如此 这款雷达超高的功率 也可以用来探测阴性目标 要知道 在我们的东南沿海方向 就美国驻日本的加首纳空军基地 那里经常会有F2、F35的机动部署 实际上 中国早在40年前 就已经建成了大型战略预警雷达 这款雷达甚至还被搬进了 著名科幻小说作家 刘慈欣的三体小说中 在小说里 这款雷达被称为红岸基地 是反击外星文明的前哨阵地 微信搜索迷赛虎微信公众号 关注后回复红岸一词 看我军战略雷达曾创下辉煌战绩 现如今 中国的雷达水平不客气地说 已经坐而望一 代表海军建在雷达最高水准的055 万吨大级的双波段相框镇雷达 就是最为经典的代表 目前投入使用的国家 只有中国和美国 这款雷达 就是大名鼎鼎的 电科14组的作品之一 记住这知识之一 当年著名的海之心 相控阵建在雷达 也不使中国海军 从机械化战争形态 不如世界一流水准的 有源相控阵雷达的信息化时代 电科14所可以说是鞠躬至尾 不仅如此 前不久在北京举行的 砥砺奋进的五年 大型科技成就展中 亮相的国产批波段 战略预警雷达 同样是电科14所的最新战果 国产批波段 战略预警雷达正面 是由数万个T2雷达组建构成 是一套信息化 集成化程度非常高的 超级战略装备 大型战略预警雷达的 应用用途是非常广泛的 比如天空一号 受控坠落的实时监测 比如天机卫星的轨道监控 甚至可以作为 反导反卫星导弹的火控雷达 是执行太空作战的 战略保障性装备 除了外太空的监视监测 对大气层内的探测监控 那也是首到前来 可以说这是一部万能雷达 目前我国已经在 东南西北各个方向 部署了此类大型预警雷达 标志着我国雷达行业的 科技水平 已经进入世界零先行列 也标志掌握回 国家战略导弹 防御系统的初步建成 而反导网络的建成 对国家战略的支撑作用 绝不压迹当年的核武器 使我们在大国博弈中 获得了新的筹码 最后我给大家推荐 反汇上瘾的 休闲预制游戏 玩家作为火箭控制员 将尽可能地 把它送入轨道 游戏容易上手 火箭需要你进行 不断的发射 才能获得更高分数 请打开手机应用市场 搜索迷赛火军事 下载我们的官方APP 在游戏中 感受发射火箭的快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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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射火箭